這些招標的準則 嚴到非起的 世界上沒有什麼普通公司做到的 當然是英資那幾家投島 投島是貴到無論的 我們只要嚴那些工程太貴 於是納稅人的錢有輸送 但是有一樣東西 那些資料一定正 其實那時候譚就是超級正 太正 會不會用那麼漂亮的資料 但是起碼不會死人的 今天你發現很多公共建設的工程 投標很低的標價 因為規格很簡單很合格 價低借就行 接著怎樣呢 就會出完水 資料有緣 不適合規格 或者就是不夠錢 最後呢 我這個標其實是起不到的 我投了 起了那麼多 你不要補給我 不好了嗎 於是在這個環境裏面 我們是覺得 整個公共行政體系 整個香港賴以我們相信的文明體系 是不是在我們信念裏面動搖 這個動搖很大 我們 我媽媽 住在啟程旁邊的那條村 我媽媽說 你放心吧 她安慰我 她這條村沒有驗水 但是她說 你不用擔心我們的 我為什麼不用擔心你 她只是答了我三個字 我們年紀大 就是喝了那麼久就算了吧 不適合喝杯進去而已 但是 啟程一兩條村 現在越驗越多 原來 是可能近十年 甚至近十幾年起的屋村 可能在一些水油的背景裏面 或多或少都出過笑 你是不是對整個行政體系 的信心就有動搖 所以這條路好像不通 這條就是我們所謂 這條不是建制的路 在制度裏面 透過代議政制 透過 我們還覺得可以維持 香港文明 施政 法治精神的一個這樣的運作 慢慢 維持香港的價值 而希望有一天 我們就是希望有一天 會參與 我們不會影響大陸 但是我們會參與大陸的文明建設 是可以令到 我們愛國家的人 是想國家這麼好 如果這條路不通 另一條路就革命了 或者就算不革命 都勇武改革 對吧 我才聲明 我這個人的學術立場 是比較維密碼的 所以 我覺得 所有革命都有武力 然後革命要完成 決取政權 一定要暴力 武力不一定是暴力 什麼叫暴力 很簡單 我和你打架 我看來我打孫子給你 我看來我又投降 我投降之後 你說我這次打贏你 我怕你遲些報復 我怕你會把你放過 這個叫暴力 對吧 我都投降了 對吧 我打贏了這個國家 或者佔領了一個地方 然後怕你報仇 還沒作 這些叫暴力 對吧 就是 改朝換代 我們總會有武力 但是香港需要不需要去到 用武力呢 我又覺得 我們都未去到可以奪取政權 不是說北京那個 只是香港的武力 但是 某個程度 我們用我們肢體的力量 去捍衛那些價值 我覺得 我們是可以接受 可能接受的程度 大家有不同 可以有不同意見 但是我們另一條路就是 既然不可以徹底革命 唉 雖然說什麼 香港人 那時候我們自己理 大腦真的是一國兩制的 哇 我們可以 就是 城邦論我不是很同意 城邦論有其歷史的 就是構成的因素 不可以在香港這樣 我們應該怎樣呢 我們想的第三條路往往就是 接下來這十幾二十年 接下來這段時間 我們怎麼辦 我們不記得 不可以把我們的信心 放在一個所謂制度裏面的力量 包括代議政制 包括現在的政黨政治 但是我們公民社會行的 如果行勇武的呢 這個革命可能 星星之火都未出現 已經刺死了 更加加上 剛才我提到 在整個社會上 我們經歷在文化上 我們好像感覺到 在不同生活的環節 都要求我們 玩立場清晰 玩決裂 玩撕裂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 突然間 想到這裏的時候 我就想起 滿清晚期 我想一下 有些讀書人的家庭 都很嚴重的 可能幾兄弟裏面有個做官 在清庭裏面做官 有個是根康有為的 打算維生派的 有個做了革命黨 最大有三個同一個爸爸 最大的活人 最大的是三個同一個老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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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是三個同一個老頭